这个吃饭前要拿牙打快板的熊猫就是地主家的傻儿子韵韵 爸爸拿给你啊 来 他的奶爸说自己是爸爸 真的有温暖到 大家都知道花花在幼儿园的时候会有体育课 熊猫也是有考试的 为了让韵韵爬树 奶爸在树枝上放了他第二喜欢的小苹果 韵韵无动于衷 直接开始摆烂 奶爸给他搬来了小梯子 做他考试路上的垫脚石 韵韵觉得这简直就是毛坑上跳远过分了 作弊是不可能作弊的 树也是不可能爬的 吃完自己带的小零食就躲了起来 奶爸为了自己的傻大儿也是操碎了心 为了能让他吃到喜欢的小苹果 直接把小苹果放在了韵韵能拿到的地方 好消息是韵韵吃到了苹果 坏消息是韵韵考试再次挂科 逼主家的傻儿子称号坐实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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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消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